أنا大學生 ,不過有兩方面行動不方便是其中一個做障礙 我和我沒有工作經驗 所以基於這兩方面的關係,其實找工作很難 Wendy跟很多年輕人一樣 大學畢業時打算找份理想的工作 不同的是她患有先天性罕見病行動不便 這一點差異令她的求職路亦被人崎嶇 政府早前發表報告 紫色寧工作的殘疾人士失業率是6.7% 比起整體失業率高出3個百分點 就算殘疾人士擁有大專學歷 他們在求職的時候遇到的挑戰也會比一般人多 如果本身是健全人士 因為意外或者疾病突然變得行動不便 從頭即場身心更加需要好好調節 他們可以先接受職業治療 在治療師的安排之下接受培訓 當恢復自我照顧能力之後 再重拾工作技能循序漸進 肢體的能力他們互動得不好 可能手或者腳 他們要去行路或者出街 其實這個對於他們來說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中風的人士他們除了手腳 動得不好之外 他們的認知功能 可能他們的專注力 解難的能力 運算 記憶力 這些都會很影響到他們 去投入這個社會 經過評估之後 治療師會為殘疾人士 安排針對性格機能訓練 好像行路 將物件分類等等 當他們行動治癒之後 就會讓他們嘗試在無異的情況下工作 當然不是所有病人都可以回到以前的工作 我們都會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性質相似 因為性質相似 其實他們以前有一個經驗 他們做起來的時候 信心會大很多 治療師特別提醒 性急是香港人的特點 同時是復康治療的大忌 一般的就業復康治療 需要大約一至兩年的時間 他們可能會有些地方很心急 他們可能能力上 未必真的做得到的 但他們就會強行做 強行做有些甚麼問題 第一他們可能會很容易受傷 做到傷了 痛了 第二天就回來告訴我們 其實有些時候會影響復康的進度 是呀 你最近怎樣 在工作的方面 工作的方面 我今天是很開心 今天生日可以去見這個 即是來做OA的 那非常好 是的 身心都準備就緒 就要面對現實問題 踏出求職的第一步 這間職業復康及再培訓中心 就為殘疾人士提供職業轉介和支援服務 他們本身自己想做些甚麼工作 他們自己覺得有能力做些甚麼工作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其實都要看回市場 和僱主的一個需要 如果殘疾人士因為喪失部分工作能力 不能夠重返以前的崗位 亦都可以接受再培訓提升技能 電腦知識上面 是否可以有一個提升的 他自己要有一個興趣的 那我們就會有機會 會將他去放進一些 電腦培訓的服務那裏 等他訓練得好少少的時候 我們都會再檢視他那個能力 和他的興趣 是不是都真的想在電腦的行業去發展 Wendy求職一年多以來 女拜女士又經常做義工接觸不同的人 積極尋找工作機會 最後他在復康會找到工作 負責計算復康巴士司機的工事 這方面的工作就有壓力的 都很趕急 還有工作量很大 他要求都挺高的 因為要計得很準確 始終這些牽涉到金錢上的關係 所以挑戰都挺大的 也都因為我是那種對於數字比較敏感的人 所以我有興趣去做 也都覺得可以運用到我學的東西 去應用在工作上面 工作性質合適之餘 對殘疾人士來說 環境配套都非常重要 Wendy要坐輪椅 上司特別為他開闢一條 調校寬廠的通道 工作時候用來擺放文件的層架 都是特製的 配合Wendy高度需要 幸運的是 這個工作環境也都解決了他另一個就業難題 自由去加這件事我可以完全做到 不過奈何就是去洗手間這件事 我一定要人幫的 找份工作的時候 都會考慮會不會身邊有廚師 那些可以幫忙的 但這件事又非常示隱 很老實 現在在復康會上班 他給錢使用中心提供的服務 有職員協助他去洗手間 這樣的做法令到他工作得更有尊嚴 你不會希望經常求別人 所以會反過來的角度 你寧願是一個服務使用者的身份 你每個月給錢 去用他們的服務 你會有尊嚴 可以在無障礙工作空間做事 都算是幸運的例子 雖然現在不少政府機構 或者企業的大樓都設有無障礙通道 去到上班的地方 但如果辦公室設在一些舊式大廈 連升降機都不能坐 即使僱主願意請一些行動不便的人 都幾乎是無可能 身體殘障可能是先天或者意外造成 但殘疾人士求職的障礙 就在人為因素居多 關注團體都希望 社會可以共同努力 除去障礙 等殘疾人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都是融入社會 和得到社會肯定 即是肯定你的能力和存在價值 還有你可以走入一個健全 或者普通人的世界裏面 活祝 vite во名 down 受騙住 你 無視 舒編